下午时光来杯好茶 不仅让人全身放松 随意地和好友聊天 享用点心 生活过得惬意又自在 然而生活在高压力环境里的上班族 每天都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投注在工作之上 于是不管是中式茶馆 或是下午茶饮店 能够喝口好茶与放松心情 都是人们忙里偷闲的好去处 不过现在还有另一种 喝下午茶的好选择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方法 可以伴您度过一次次美妙 又悠闲的下午茶时光呢 就让今天的好五百科 带您来看看 张汉宁 国内知名设计公司创意总监 用崭新的创意 让欧美亚裔 东方的美学思维 创作与参与作品 在近年来获得IF RedDot 日本通用设计 和多项台湾GDU 标准设计产品等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大奖 在设计领域当中被称为奖金猎人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们来请到你到我家做客人 好可惜 不是下午茶吗 对啊 这是今天我们准备下午茶 快加加酒 不会 不会 卢宗 你看 原来布置出来 真正的下午茶的feel就出来了 对啊 你看看 是不是很棒 而且超可爱 非常可爱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杯子喔 对 今天请你来喝下午茶嘛 所以我们这次准备下午茶的杯子 是...茶杯 特色在什么地方 你看这茶非常烫 但是你的手一点都不放手啊 对啊 为什么它不会放手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双层的隔热 所以它里面是中空的 这是两层 那这个杯盖也很可爱 杯盖是矽胶做的 所以它耐热 而且非常安全 然后我们的茶包拿起来之后 你不想泡得太苦 就放到我们的杯盖里面去 了解了 这样放 而且颜色啊 非常颜色 那这个我就猜得出来 这是盐罐跟糖罐嘛 对 它是一个香料罐 油醋罐 香料罐 不一样 你不能装颗粒的 对 我们今天要吃这个面包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橄榄油吸起来之后呢 让它面包上面去就OK了 哦 我了解了 它整个造型呢 就是一个葫芦的造型 葫芦 嗯 葫芦的油醋罐 哦 而且我觉得啊 装牛奶也可以 奶精也可以 奶糖都可以 甚至跟食物无关的 做SPA 放精油也可以 可以按摩 对 对 多功能的使用 这个我会用的啦 而且这个很好用 那我们来吃点水果吧好不好 我们来吃水果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们这个水果呢 是可以摆盘的 哦 我以为这个是所谓的鸡尾酒上面的伞 没错 就是像鸡尾酒一样 我们一般去喝鸡尾酒 不是会开一个伞给你吗 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每一个水果盘呢 上面呢 我们都可以加一个小伞 哦 你看你用绿色的 我用红色的 我们是不是就不会用到对方的 对 茶子了呢 就像那个所谓的杯子啊 或者是我们喝的饮料罐啊 我们通常要写名字 这个不用 对 一方面它可以当作装饰 一方面它真的可以当作牙签来使用 对 没错 你如果用这个小伞叉呢 你的手还不会沾到这个果汁的 水果的这个汁液 有道理 有道理 那 这边的茶垫里面有放一些茶壶在里面 让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茶垫的作用 这个不是茶垫哦 这个又不是茶垫 这个不是茶垫 这个呢 每一朵桌上的小花呢 都是一个叉子 跟这个一样的意思 对 也是给派对使用的 所以你还可以互相交换这个滑板 做不同的颜色变化 啊 让每个都可以擦开来 嗯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所以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用来当作水果叉 水果叉 对 那其实它这个造型呢 是参考像日本的樱花一样 一朵一片一片的樱花 樱花瓣 所以它也是像水果叉一样 它可以插着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感觉到 让我觉得有一些同趣在里面 是啊 其实像这样子的设计呢 非常的流行 现在在日本呢 非常适合这种同趣性的商品 会让你的生活当中呢 好像你在游乐园里面一样 游乐一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设计 是很亲近我们的 是很亲民的 上班啊 有一些小东西在我们身边 下班啊 回家看到这些小东西在我们身边 会让我们有一些疗愈的味道 对对对 在居家空间里随意摆放造型 新颖的生活小物 不仅能为平淡的生活增添 单纯不复杂的生活情趣 而鲜艳的色彩 活泼的信条 搭配台湾传统文化里的记忆 和人文素养 设计出一个个充满同趣 身具意涵的居家小物 更让每一分每一秒 都能活力十足地过生活 看电视上网站搞定装潢 找到最优质设计师 快来设计家按赞 请上Facebook搜寻设计家粉丝专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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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